有時候趕太多場 你還是會想上車子 沒有時間去上車子 然後我就在路線 把門打開 因為快撇出來 然後 好時不時 有一台警車 然後他出現 誰沒拉過啦 不是我說在表演的時候 有啊 真的啊 真的而且好幾次 那時候有工地秀啊 廟會啊 結婚的啊 那時候真的一天十幾場 每次上廁所這件事情呢 是讓我最擔心的 要去表演演藝前 盡量不喝水 不吃東西 但是還是沒辦法 有時候趕太多場 你還是會想上廁所 沒有時間去上廁所 所以只好就一直憋憋憋 總會有幾次 不小心 撒一朱子出來 姐妳是只有 小號這樣出來 有沒有曾經大的 我跟你講 我還真的有一次 因為在高速公路 就馬不停蹄 但是呢 那個時候我真的很想 就是要上廁所 那我就跟我姐姐說 姐我真的受不了耶 趕快停路間 然後我就在路間 把門打開 因為快撇出來 然後 好時不時 有一台警車 突然出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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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讓我擒擒 拔掉 你沒過來接過來 我到底 現在怎麼辦 是要 撐回去嗎 還是怎麼樣 接 你趕快 不要讓他過來 我姐就 下去呢 啊 警察大哥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因為呢 我妹妹她太急了 然後就跟她講這個狀況 然後說 不行啦 你這樣也是要發燈 不要這樣啦 拜託啦 不要這樣看時間啦 他說 趕快放 趕快走啦 很丟臉耶 那時候我才二十幾歲 那時候我臉皮沒線在這麼厚 那我講最後一個 好 最喜歡 我讓你自己爆料 我告訴你說 還是我要幫你爆 她唱歌的時候 有時候都會 會夾住 有時候會受不了 其實她在錄音的時候也會 我常常跟她合唱專輯 在錄音室裡面 然後她錄完 我進去的時候都會 奇怪怎麼會有一點 不一樣的味道 真的假的 後來 她在錄音的時候 因為她那個 放屁這很大聲 其實我從專輯裡面 就是她唱到某一句的時候 會有雜音 然後 這樣子 怎麼辦 然後後來 我們一起 那錄音室跟製作人 一直在修那個雜音 說這個雜音是怎麼回事 是不是錄音室被壞掉 我都忘記有這件事 用到最後才知道 原來是老命 我也幫她補碼面 你真的是拼老命的 沒關係啦 我又沒有在 還要再嫁 那以後我就變時候 待會兒 了 那來 對 最後 你們 了 我